前世紀拍下路邊一輛白色箱行車 準備接近車道 下一秒一輛直行機車閃不過 擦中的後皺鏡之後 再追撞前面停等紅燈的一色轎車 騎士這個人連人帶車摔出去 撞擊力道相當大 旁邊工程航老闆趕緊跑出來查看 另一個角度也拍下 機車摔爛都漏油了 騎士整個人轉了一圈摔倒在地 但他還想要爬起來 就連救護車到達時 他還一度拒絕就醫 翔久當時經過的車輛 提供行車記錄器 證明車子當時是有打方向登道 希望能釐清肇事責任 而事件發生在台南永康 二十號早上七點多 當時工程航的師傅開車準備上工 裁切出車道就被機車撞上 連帶停等紅燈的小客車也被波及 讓無辜的駕駛也想知道 如果騎士因為聚眾他的車傷 是嚴重的責任 該算誰的 根據警方出不言判箱行車是 肇事主因不僅要負擔騎士的醫藥費跟車損之外 就連波及的駕駛也可向他求償 不過慶幸的是 女騎士證實沒有生命危險 不然工程航老闆可就頭大了 因為員工闖禍車子損壞 還可能得負連帶責任 TVBS新聞 愛就請留學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